周秋二日假期本来是很开心要放假 不过玉里镇清晨在新国路和光复路口 发生一起连接车和交车的交通事故 消防人员派出救护车和器材车前往 小客车司机受困在车内意识不清 送玉里慈悸分院来急救 周秋假期原本应该是开心的放假日 不过玉里镇清晨在新国路以及光复路口 发生一起连接车与叫车的交通事故 消防人员派出救护车以及器材车前往 小客车司机受困在车内意识不清 送往玉里慈悸分院来急救 本分队立刻派遣九腰车与器材车和系之人 到达现场小客车司机受困车内意识不清 玉里慈悸分队给予拖困 请圈长背板及养气治疗 警方到达现场连接车开上中央分阁岛 号制灯也都撞断 车头受损严重 小客车左侧严重的撞击凹陷 现场的零件散入遗地 事故原因警方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厘清 而警方也呼吁 驾车请注意自身的精神状况 不要疲劳驾驶 以免一时疏忽或者是分心 造成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记者高双双预证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